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2月15号 武汉市再次爆发退休人员的大型抗疫活动 大批的退休人员不顾当局的警告 当天上午聚集在汉口的中山公园 要求当局撤回削减福利保健措施的所谓的医保改革 根据网传的视频显示 当局出动大量的警察到现场和周边的地区维稳 有多人被警察带走 在同一天 东北的大连市也有数以千计的退休人员 聚集在该市的人民广场 对医保福利的缩水表示抗疫 引发这次大规模的退休人员抗疫 政府削减他们的医保费 直接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没钱了 但继续分析的话 地方政府为什么没钱了呢 原来是过去三年动态清零的核酸检测 把地方政府的医保经费掏空了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拿不出钱来 给退休人员发足额的医保费了 过去三年 中国各地为了贯彻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 动不动就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 比如2021年8月 湖北武汉市举行全员核酸检测 覆盖范围超过了1128万人 结果查出9例阳性 对武汉市全市 1100多万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结果只查出来9例阳性 这显然就是得不偿吃 是一个劳民伤财的瞎折腾 当时中国各地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全员核酸检测 虽说不需要老百姓直接出钱 好像是免费的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后这笔全员核酸检测的费用 还是要摊到老百姓身上 还是要老百姓来出 根据当时北京国务院的政策 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费用 由各地的地方政府承担 也就是说核酸检测是中央政府不给钱的 让地方政府自己拿出钱来搞这个核酸检测 那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费用 从哪个项目来出呢 显然最直接最合理的项目 就是从医疗保险的医保经费中出这笔钱 挪用其他项目的经费也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挪用基础建设的经费 那么基础建设工程完成不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是挪用环境保护的经费 那么环保的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呢 所以地方政府要挪用哪个部门的经费 足利都很大 最后只好从这个医保经费中出这笔钱 因此各地政府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费用 大部分都是来自医保经费 中国各地政府在核酸检测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公开过 但是也有少数的地方政府公开了他们核酸检测上花的钱 比如根据广东省赵庆市医疗保健局消息 在2021年赵庆市全年共进行核酸检测320万人次 总的医疗费用是1.24亿元 其中医保支付金额是9515万元 支付比例达到76.9% 再比如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信息说 截止2021年8月底 上海的医保经费累计支付核酸费用为1500万余次 近12亿元 从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过去三年动态清零的核酸检测费用 主要是靠各个地方的医保经费来出钱的 这样就把各地的医保经费给掏空了 现在各地的医保经费都没钱了 所以外媒也报道说 中国地方政府用于大规模核酸检测和隔离的资金即将耗尽 武汉市最早的新冠疫情发源地 也是最经常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的地区 所以武汉市支出的医保经费就比别的地方更多 成为中国医保经费最吃紧的地方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 武汉市进行核酸检测所为三天一检 每三天就要检测一次 但后来实在是经费吃不消了 没钱了 所以调整为五天一检 也就是说 本来武汉的医保经费 就是因为大量的核酸检测 结果花的差不多 没钱了 那么到今年要给退休人员发医保费的时候 发现已经发不出那么多钱了 只好去砍退休人员的医保经费 从240多元变成80多元 这样等于是砍掉了三分之二 这一下就激怒了武汉的退休人员 他们就集体上街抗疫维权 抗疫武汉政府砍掉他们的医保费 也就是说这一次武汉的退休人员 集体上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就是因为过去动态清零遗留的问题 还是那个清零惹的祸 虽然说现在北京已经停止动态清零 但因为过去这个动态清零欠的账太多了 将来还需要一笔一笔 一笔一笔的来还这个账 那么这次武汉的退休人员抗疫示威活动 会怎么样收场呢 不少人认为地方政府就会拿出钱来安抚这些人 用钱来摆平这件事 这在过去倒也是行得通的 但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没钱 让他们拿钱来摆平这件事也是绝非容易 现在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 因为过去三年这个动态清零 把这个医保险这些医保经费都掏空了 如果你不把这个医保经费窟窟补上 将来还是不得不砍这些退休人员的医保费 问题并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医保经费的问题 并不是单纯的这个武汉这次的问题 而且将来中国整个这个医保经费 这个大的窟窟 这个缺的这个大窟窟怎么样来补上 这是一个真正的巨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各地地方政府 他的财政都非常的紧张 地方政府他也不可能自己拿出钱来去填补这个动态清零 掏空的这个财政窟窟 只有靠中央政府拨款来补贴 但问题是现在中央政府也没钱了 所以他们才让地方政府来负担这个核酸的检测费用 当然中央政府还有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就是开动印钞机印钞票来应付 但这样大量印钞票又会担心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所以现在北京中央政府也是非常为难 这个三年的动态清零一留下来一个巨大的财政窟窿财政包袱 怎么样才能补得上呢 谁也拿不出好的办法来 对于一个独裁政权来说 没有钱那是最要命的事情 这次的武汉退休人员上街抗议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没钱了嘛 所以可以预测将来北京政府因为没钱了 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抗议活动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